今次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我的书桌 其實我搬了進來這間屋 剛剛好一年 書房其實是超嫩的 變成雜物房 所以今次我就想趁這個機會 收拾好它 然後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收納的小技巧 這一塊IKEA的洞洞板 我很喜歡用它 因為上面可以掛一些附屬的配件 就可以把我們的東西組織得好一點 以後想拿出來使用 基本上我抬頭看到一塊洞洞板 我就已經記得一些東西放在哪裏 但是唯一的不好處就是它的配件 只可以在IKEA買回 因為它的洞洞板最適合的掛鉤、夾仔 都要在IKEA買的 中間位置這些我剛剛拿起了 如果我放進去的透明盒 這個系列應該是新出的 可以放一些小件的東西 掛上去這個洞洞板上 每次其實想找東西 你可以在側面或者正面 都已經看到裡面放了些什麼 所以很方便 我自己就很喜歡做手作 所以你會見到我 上面會有一排MT掛在那裏 那我就帶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我就用一支短的伸縮空 穿起了MT 這些都是我最常用的款式 然後下面這三個透明盒 真的超好用 它上面不單止可以放東西 而且它裡面放東西 那些都看得很清楚 那還有其他我買的配件 那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就是放了我平時會用的一些文具 小工具 我以前是完全沒有收拾屋的習慣 那些東西不分類放 我就經常會重重覆覆的買 好像這些UV膠一樣 我收拾屋的時候 我就發現原來我買了很多支 那現在我分開類去放 就發現原來家存貨是很多 不用再繼續買了 然後就到另外這個 浪書和浪一些信件的一個架 那我就放了一個木架在下面 那上面就放了我本旅行日記 有一些圖案子 還有之前同事發給我的Postcard 這個信件夾我都很喜歡它 所以如果大家買洞洞板 都可以配上這個 另外這個就是一個Tray 它也是很穩固的 釘了上去洞洞板 那我就用它來放一些MEMO紙 還有一些手作的小配件 印台那樣 那些MEMO紙這樣層列在這裡 真的很漂亮 但是可惜如果放得久 不任用它是會封層的 然後就到我的筆筒 放的都是一些常用的筆 而上面高一點的那一格 就是放一些Marker筆的 那掛勾我就放了一些絲帶 這個也是在100日圓店買的 它有個木的牌挺漂亮的 然後旁邊有些掛夾 我就夾了一些貼紙上去 那有些在倒閉倉那裡買 有些就是12元店的 下面呢都是掛了一些貼紙 還有一把很復古風的小剪刀 而書桌的側面呢 我都倒閉了一段時間 那我就很喜歡這個 在12元店買的籃子 那它是20元的 它用來裝一些CD 或者裝書的位置都挺適合的 因為會鋪塵 我都把我整天拍照用的那塊 那塊拉絲放在上面 而在藍的旁邊呢 我就放了很多 我很喜歡的MT 那有一個 挺好用的12元店小工具 就是這個 MT的收納座 它是一格一格的 那它的Size都挺standard的 是一般MT的 闊度 都可以放進去 而另外這一款呢 就是我上個月在12元店 那個Living Passer 找到的 是一個瓷磚的masking tape 然後還有 而這一枝我很喜歡的原生筆 在日本的300元店店買的 是這個很有名的 Lolita品牌出的一枝原生筆 然後就到這個MT膠子座 它除了熊仔 好像還有小貓 那這間屋呢 其實暫時只有我和我老公住 但是大家看到 這張書桌基本上都是 給我霸佔了 是來幫我那些東西的 因為男人始終沒有我們女人 那麼多吵架東西 那麼我們看完書桌 那我平時就在這裡剪片和打紋 在我收拾好這間房之後 這個鐵籃仔都是12元店買的 就可以放一些小物 這些細小件的東西 那就可以整齊一點 而另外一邊呢 我就放了一些書 這本是我常用的手帳 還有一些貼紙 DVD 另外這個呢 我上一間房間有些聖誕氣氛 那我就做了一個小裝飾 之後都會有一條片 是關於這個聖誕小裝飾的 側面都放了一支在土耳其買的燈 那就是在家人旅行那隻買給我的 而這個小書架的東西呢 其實它原本是用來裝MP的 那我就放了一些迪士尼的 扭蛋貼紙上去 因為整本書感 其實我感覺都挺整齊 可能我有很多東西都沒在梁家那邊 搬回來我的新居 所以呢 我的書房暫時是 未算是太過多東西的 經過了一輪的收納和整理 其實我張書桌真的整齊了很多 每一樣要找的東西都好 輕易地拿得到 那就其實 令到我做事的效率都高了很多 所有東西都攤了出來 整整齊齊地排列 那每次要用呢 就不用花很多時間去找啦 差點漏了介紹的就是這個圓筆刨 那我覺得它挺好的 那些平時刨出來的那些顏色筆的筆碎 就可以做了一個裝飾 而這兩邊這個好像一個Slow Dom的東西 都是用了一些慢字的來做裝飾 那因為這些透明盒上面有位 我都放了一些兔仔扭蛋上去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兔仔迷 那所以呢 這一系列的扭蛋也有不少的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我之前都出過片介紹過這些兔仔扭蛋的了 希望這個這麼整齊的空間 可以一直這樣整齊下去 因為我本身個人都很亂租租的 那我都 最近都很努力地整理我家屋的了 接下來呢 還有些什麼新的東西再跟大家分享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呢 記得給個like我啊 還有 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那個鐘鐘 就不會miss了任何一次的update啦 好多謝你們的收看啊 下一次再見啦 Bye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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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